这对于那些拿万表投机 不是投资的人来说 那还不是要了亲命啊 万表流行力 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 我刘行李 上次我们说豪豪运的表的时候 提到了尊达 还答应大家讲一讲鹦鹉螺 当年尊达在巴斯尔表展周边的一个餐厅吃饭 不远的桌上就是百达斐利的人 他当时想 如果我给百达斐利这样的品牌设计一款运动表 那将是什么样呢 想着想着灵感来了 他赶紧叫服务员拿纸拿笔 画出了鹦鹉螺的草稿 颇有一点艺术家记性创作的意味 但这确实是真事 很显然尊达设计鹦鹉螺的时候 思路比以前更中庸了 这里说的中庸不是贬义的 而是各方面都留有余地的一种平衡状态 如果说上次给爱比设计运动表的时候 连名字都没起 那么这一次则是名字主导设计 鹦鹉螺据说灵感来自潜水艇的早期概念 表壳的结构酷似剑船闲窗 尊达知道 百达斐力是个很注重传统和经典的品牌 所以鹦鹉螺的设计属于相对保守的 还记得尊达为了解释皇家像书的设计 经常跑表壳厂吗 他在那里可没少挨骂 结构复杂不说 工艺上还特别耗费手工 轮到设计鹦鹉螺的时候 表圈上的螺丝改成从下面拧了 小碎块组成的链接 也改成了钢琴借盘式的链接了 为了呼应表圈 介于八角和椭圆之间的造型 中间链接还做了凸起设计 豪华感提升 但也埋下了一个不祥的伏笔 事后有人提出一个思考 鹦鹉螺走红 到底是因为尊达的设计 还是品牌的光环呢 总之 尊达在设计鹦鹉螺的时候 比以前更实际更中庸了 但正是因为他磨掉了自己的棱角 造成了鹦鹉螺的沉寂 比皇家像树还要漫长 事实上鹦鹉螺问世后 从三字头 比如说3700 升级到五字头的年代 并没有火起来 甚至是到了2016年 也就是鹦鹉螺40周年的时候 如果有客人在店里买了鹦鹉螺 都会让品牌中国区的高层 小小的庆祝一番 鹦鹉螺真正的火爆 实际上是从2017年开始的 真正偷着乐的 是在这之前买到鹦鹉螺的人 其他的都是击鼓传话 鹦鹉螺5711停产了 百达斐力宣布了停产的原因 很含蓄 从品牌方面 肯定还是希望5711在高位流通 现在摆在品牌面前的挑战是 如何让鹦鹉螺的替代 或者升级版 不导致现存二级市场走低 还要解决鹦鹉螺的三个短板 激心动力储存 中间链接的磨损 代扣的开合不变 但这三个短板 尊达直接负责的只有一个 反正自从那年 尊达在巴塞尔表展餐厅里 遇到了百达斐力的人 决定了百达斐力 从此也有了豪华运动表 更确立了尊达作为自由设计师 在业界的地位 上期讲皇家像是50年的时候 我们提到了宇博 提到了JCB 就是Ron Claude Beaver 说他是拯救了瑞士手表工艺的巨人 欧洲也有人把他称作万表教父 说他是教父一点也不为过 JCB的理念对整个万表行业 可以说是降为打击 就拿宇博Big Bang为例 他并没有明星设计师参与 但却是很成功的设计 一方面是因为JCB 用的是类似计算机算法的手段 把成功设计的秘诀 破译和提炼出来 这也是古希腊的一种理性传统 然后用在了自己设计的万表上 比如我们节目里常常提到的 整体式设计和多件式表格结构 另外一方面 JCB本人是万表的大收藏家 很多大拍卖行里拍出来的百达斐力等等 有些其实就是JCB的收藏 作为玩家 他最知道一款万表想要历久弥新 应该如何从设计和制造环节介入 就拿万表的磨损来说吧 甭管是金表还是钢表 除非你每次戴的时候 都用塑料薄膜包着 你还别说 不少大藏家还都这么干 时间长了 磨损是无法避免的 就得反常打磨 而打磨也是有限的 怎么办 最牛掰的办法就是更换部件 这要是传统结构的表壳 那就意味着整个表壳必须更换了 这对于那些拿万表投机 不是投资的人来说 那还不是要了亲命啊 而多件式表格结构 让你只需要更换那个磨损的部件就OK了 类似这种理念 JCB还有很多 所以JCB的认知维度表圈里没几个人能跟他比啊 除了宇波 还有很多品牌的表 要么是也请明星设计实设计 要么是受尊达设计的启发 要么是自己通过打拼 误出了爆款设计的终极之道 都是可圈可点的 所以说嘛 说豪华运动表 不能只知道皇家橡树和英雾罗嘛 但是很多人呢也想到过江山顿 但是我跟你说有点过忧不及 关于江山顿 大家有几个误区 时间关系啊 我们下次接着讲 感谢大家的关注一键三连留言活动 关注我们的频道 谢谢 下期见